当国家面临战争或者军事冲突威胁时,军队就会进入战备状态。 通常情况下,战备分为四个等级,有四级到一级,威胁程度逐级抵增。 那么,处于一级战备时,事态会有多严重,军队和社会又会做何种准备呢? 首先,当军队开启一级战备时,说明外界局势已经失控,谈判崩溃,敌对意图聚增,战争征兆明显,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。 部队在进入一级战备时,开启临战动员,全员开始战前训练。 队内,全军执行战时超编制状态,取消官兵一切外出休假活动,停止一切转业和退伍。 军队指挥官不得离开部队,武器弹药按基数发放给单兵,优先保障作战部队,坦克装甲运输车辆加满油料,火箭军导弹进入预发射状态,部队内部停止外部通讯,改用电台密语,一切人员整装待发。 一级战备时,后勤保障按照战地调配,各项保障措施需落实到实处,各单位制定好作战计划,地方上做好人员疏散。 一级战备时,空军飞机油料物资准备就绪,导弹放在飞机旁边,机务人员随时待命。 只要战斗警报拉响,可在六分钟内完成弹药填充,飞行员登机后即可参加战斗,海军舰艇赫代满源驶离港口,开始在海上展开活动,为战斗做准备。 一级战备时,社会资源都将优先为解放军服务、车辆物资等随时准备调用,和军工相关的企业工厂可立刻转为军用,开始生产作战装备。 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,是离我们最近并赋予实战的一次一级战备,当时各作战部队按要求返回原住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,各参战单位开始扩编,上至一线突击战士,驾至后方衣物与兵,进行全副武装三到五公里的越野训练,每个人都要熟悉武器的使用,手榴弹的投掷,生活习惯,作新时间开始模仿战士环境。 每一位战士不但要携带单兵作战武器,还配发了一双钢板笔防刺胶鞋和白色骨石布,可想而知一旦发生战争将会非常残酷,我们也希望全世界能够远离战争。 那么,假如有一天当我们面对战争,中国的战争潜力会有多大呢? 众所周知,衡量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,主要包括人口基数、地域面积、资源储备、工业水平、科技发展和精神力量等等。 谈到中国的战争潜力,俄罗斯媒体曾给出了一组工业数据,世界上主要的500种工业产品中,产量最高的有一半来自中国。 世界上舰船建造墩位和数量上第一的是中国,世界装甲车、炮弹、坦克的产量第一的也是中国等等。 虽然有些产业并未做到第一,但是中国具备全球最庞大的工业体系,几乎涉及世界所有产业,战时可以不依靠外界迅速地转为军用,生产武器装备。 中国拥有14亿的人口基数,假如按照美国的战争潜力评估算法,那么每1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到两人能参与作战,这个数量将会非常恐怖。 二战时,苏联动员军队2700万人,德国动员军队1700万人,那么中国将会远远超过二者总和。 中国拥有无法撼动的战略纵深,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说过,只要武器装备没有过大的代差,那么大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存在。 瑞典的查理大帝,法国的拿破仑,德国的希特勒,都曾经横扫过整个欧洲战场,但最后的结果几乎都一样。 中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多个大大小小的战争,但终究傲然屹立,战策循环因果序列中表示, 大国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有超强的恢复能力,一切针对大国发动的战争,无论你是何种军事天才,都将被毁灭。